各位观众,大家好,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石塘嘴是指石环屈利家一带 但是这个地名其实在三百年前清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 所谓的石塘,是因为这里本身是一座石山,是花江岩石 经过长年的开彩,山刀慢慢刮刮刮刮刮刮刀 石塘嘴是著名的石矿场 必然就和维州客家人的打石行业有关 三百多年前,一位朱姓名居园的打石工人 带来一帮乡里来这里打石 他们不止打石,还起了村,就叫做石塘嘴村 因为人们说这里海边开始开彩的地方 看上去好像小鳥的嘴 但是可惜的是,这里当年不止有野兽的出现 更加有海盗的出现,连蜻蜓都非常头痛 于是朱姓园就迫于无奈之下都要弃穿他王 迁移到赤处鹤咀一地重新建村 到后来他第四个儿子在九龙建立了大坎村 这里就可以更方便村民彩石了 1904年,香港第十三任港督,尼敦抵港 刚刚好上环水香口忌宅被大火移平 尼敦灵机一足,下令所有忌宅一律迁移去石塘嘴 利用忌园开发这个地方 石塘嘴因而名姓一时 当时石塘嘴风月区有数百间忌园 大宅七十几间,妓女接近二千人,酒楼四十间 而依靠忌宅维生的人更接近五万人 所以有唐西风月之称,这就是石塘嘴发展的由来 大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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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stitches 大 glaube 大陆 大